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都是香港演艺圈比较出名的艺人 而且收入也十分的可观 可是在这样家庭出生的郑轻仪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幸福和美满 这主要是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已经离婚了 而她一直跟随母亲在加拿大生活和学习 几乎很少跟父亲郑少秋有所接触 也正是因为这样 沈天下觉得女儿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完全就是自己的错误 为了能够弥补女儿 一直都十分宠爱正心 基本上所有的要求都会满足 情愿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鱼乐 那时没有开口说在意 心里其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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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会否刺激疮 难道爱真心的对我 直到推察应该会是没有错 据说正心仪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鲍鱼 而且一顿饭可以吃掉七个鲍鱼 魏斯神殿下经常带着女儿到外面餐馆吃鲍鱼 并且家中的餐桌上鲍鱼更是必备的菜肴 只是原本正心仪就遗传了妈妈的肥胖基因 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高热量摄入 导致才八岁的正心仪身体就出现问题 并且胆固醇比普通成年人还要高 当时正心仪已经买不到合适的衣服 所有的服装都是正心仪找专门的设计师进行定制 即便如此 沈殿下依旧觉得女儿胖乎乎的很可爱 而且多次在节目上跟观众分享 正心仪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随着正心仪的逐渐长大 变得爱美起来 就跟妈妈提出了减肥的想法 当时沈殿侠听闻后 整个人十分开心 还找专门团队帮助女儿减肥 并且自己还有亲身试验过 固然在团队的帮助下 正心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减掉了七十多斤 几乎是减掉了三分之一的自己 最重要的是 正心仪减肥之后 整个人轮廓变清晰了不少 而且颜值也变得十分出众 一时之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这样 正心仪凭借着减肥的事情 顺利在演艺圈打响了名气 并且一下子接到了 很多影视剧的邀约 除此之外 她还根据自己减肥经历 推出了一本减肥书 这种爱否定你 抛下装扮 就让空潮有个出口 你都可自救 不坏 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 随意带声哑 诚实告诫 你有太多不快 你有太多担大 也要笑得牵强 愚准自我活埋 但是正心仪本身 就是携带肥胖基因的人 要想把体重维持在偏瘦的状态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期间 正心仪复碰过很多次 也逐渐将减肥的热情 给消耗殆尽 尤其是母亲的突然离世 让正心仪受到了不少的打击 甚至通过暴饮暴食的方式 缓解情绪 那段时间 正心仪整个人 都处在低谷之中 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幸好 神殿侠生前 结交了不少好友 一直都有在陪伴和照顾正心仪 就这样 正心仪慢慢调整自己的情绪 从悲伤中逐渐走了出来 并且决定不再减肥 勇敢做自己 打破传统人的瘦子审美 当于有一种爱 从六岁到八十也不甘改 任我非天空海阔 前望灶爱 如后盾去 欠奉各种汉阔 在世间不清不语 有一种爱 游人都 叫铁石种出花海 任我非 不经不觉 背包超载 停顿处 你撑住我的感慨 没过多久 她带着《女神》这首歌 重新迎来娱乐圈的巅峰时期 并且还将各种音乐奖项 拿到了手软 正心仪通过女神 在以瘦为美的时代 为胖女孩加油鼓劲 无论胖瘦美丑 都可以成为女神 乐观态度 展现了女人 独立自强 不为世俗眼光而活的 新女神定义 如今 郑馨仪 不再纠结 变胖这件事情 更多的是 开心和健康的生活 前段时间 她还参加了 斯蒂温钦节目 跟听众分享了 自己的感情盛况 不管怎么说 希望每个人 都能为自己而活 不被世俗所困扰 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女神和男神 她只说当她古怪正常 也有过路人赠你已过 最痛是原影半着你那位 话若不改道 再无灵局 别再交往 不要低头 光黄会掉下来 你是女神 你是女神 不要被下架的火葬盐托 不要光黄 威言会睡下来 你是女神 不要被下架的火葬盐托 从前下方心断 祈求换真正的真爱 最后你亦不自在 决定撇下再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